上世纪90年代初 短短的14个月里 深圳市连续发生了17名司机失踪的案件 大街小巷贴满了寻人启示 各大媒体真相报道 一时间令到深圳居民 甚至香港居民都人心惶惶 有一些司机甚至不敢出街 究竟是什么人做的呢 他们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大家好我是头盔 我们上一集讲到案件发生的经过 而当警方开始突破到盲点 终于捉到一件案件的第一个嫌疑人 今天我们继续深圳公路六魔女案下集 警方抓住了这个性感女孩之后 立刻进行了通宵调查 审问了8个小时 直到第二天的凌晨5点 这个女孩终于坚持不住 将事件和盘托出 女孩表示她的质名叫做刘玉香 江西省宁都原人 半年之前来到广东省顺丰院 喇叭工厂里面打工 在两个月之后 她认识了出手扶出的男朋友 邮德喜 接着她就不再打工了 跟她同居 她们一共三对情侣 住在一个出租的单位里面 男朋友邮德喜告诉她 她和另外两个男性是朋友 都是做走私汽车生意的 而那个叫张初强的 就是他们的老大 除了他们六个人之外 还有十个朋友也一起做生意的 但是平时就不是住在这里 随后男朋友忧得起 叫刘玉香和另外两个女孩 穿上性感的衣服 化上农妆 去机场押一些司机 来到这个出租单位 刘玉香问 为什么把司机押到这里呢 男朋友说 是搞涂饰烤炸 即是捉黄脚鸡 将司机撒走 然后将他们的车卖走了 对于这个说法 刘玉香半信半疑 但是在男朋友的要求之下 刘玉香无奈前后三次 去到机场有骗司机 不过刘玉香的胆子比较少 加上来到深圳之后 也都没见过什么世面 他连续三次都没成功到 第三次还被警察抓住了 面对警察的盘问 刘玉香最终承认 以前的杀人劫车案件 全部都是他们做的 根据刘玉香交代的出租屋地址 警方立刻进行拘捕 但是这班人也很狡猾 他们发现刘玉香一整晚都没回来 就知道出事了 第二天一大清早就立刻分头逃走 令到拘捕没有成功 警方根据刘玉香的交代 很快就锁定了 张初强、邱德喜 和另外两位女性的身份 经过紧急调查 先是张初强在顺丰院老家被捕 随后休得起 在广州沙河表姐家落网 这些人被捕后也没有还强反抗 反而很快交代了其他同伴去向 于是这个多达16个人的犯罪集团 浮出了上水面 其中10个人是男性 6名是女性 10个男性里面有9个人直接参与杀人 另外一个人负责出售财装 没有直接去杀人 至于6名女性全部都是作为有利 引有司机回来 出租单位被他们杀害 在两个月里面 16名犯案人分别在广东、江西、贵州等地全部落网 这16名犯案人被捕后 都表示真正的老大并不是张初强 而是貌不惊人的张小健 令人惊讶的是这群匪徒 包括张小健在内都非常年轻 都是在20岁左右 张小健表示他们本来都是去深圳打工的工人 这个组织16个人 都是好吃冷飞的年轻人 他们觉得上班很痛苦 他们全部都是精通嫖妥饮催的边缘人 觉得工厂的少许薪金根本不够用 1993年3月的某一天 张小健和三个朋友刚刚和一家歌舞厅出来 他们使用完身上最后一点金钱 现在身无纷纷 但是他来工厂发放工资还有大半个月 之后的日子要怎样去过 四个人在大街上周围走 看着村流不适的车辆 突然间 张小健的弟弟张小波 灵机一族 他提议我们不如去江翠 偷一辆车回来 然后去到家乡 顺丰院把车卖走 顺丰周围都是走私擦装车的 一辆车随便都卖到几万元 于是几个人一拍即合 一个杀人劫车的计划 竟然在短短几分钟就决定了 随后他们拦住了一架 桂冠牌的白色出租车 这就是第一宗案件的受害者 当这架出租车开到偏僻的地方 张小健突然逃出一把匕首 指着司机 之后另外三个人 将司机制服捆绑起来 将司机扔去后座 至于如何去处理这个司机 四个人竟然没有考虑到 他们初初只是想到去劫车 没有准备去杀人 但是张小健认为 司机会认得他们的样子 一旦报警就有可能会捉住他们 持刀暴力抢劫出租车 在当年至少要坐牢十年 而这四个年轻人都不愿意去坐牢 于是他们简单商量一会之后 四个人决定杀人灭口 有关于汽车的杀人案 我们之前都做过一条片 案件是关于一群兇徒 将一对男女拐大了上车 之后对他们进行虐待 嘔打甚至性侵犯 案件造成当地社会无数人上街游行 要求即时对该群兇徒进行死刑 事件甚至影响到法例都要去更改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去到我们的频道里面去看吧 我们现在回到这件案件 由于毕竟是第一次杀人 四个人心里也很惊慌 他们首先撿起石头 对着司机的头上猛打 司机被他们打到满头都是血 分死过去 四个人将尸体拖下车 准备起司 但是没想到司机被拖痕其中 他突然间醒了 苦苦地哀求他们 给他一条山路 但是四个人没理会到他 再次猛打司机的头部 将他的头骨都打到变了形 随后他们将尸体抬到公路下面的池塘 扔了下去 但是没想到 新命力还强的司机竟然又醒了过来 还在水里挣扎 张小健大惊之下 立刻跳入池塘里面 用匕首连刺扫下 将司机活活地刺死 第一次杀人之后 他们将车开到去顺丰院 顺丰是一个有名的拆装车 销售基地 而收车的车贩 明明看到车里面是有血迹 依然照收不误 第一单案件 张小健他们每个人分到一万元 在1993年 一万元已经是相当多的钱 普通人的月薪不过是一二百元 但是在张小健他们的手里面 这一万元不过是短短一个月 就辉霍一空 当钱用完之后 他们又要再去作案 两个月之后 他们折低了一架男鸟出租车 这一次就是第二单案件的受害人 他们将司机杀死 但是这一次杀人很不顺利 司机对于四个搭车的男人 颇有戒心 不愿意把车开到去偏僻的地方 这一次之后 张小健认为 由男人去截车不是太方便 最好是让女性去截车 因为司机一般对女性的警惕性都不是很高 于是1993年7月5日 张小健吩咐19岁的女朋友 傅鸿亭 拦截一轮出租车 一开始张小健 并没有把杀人抢劫的计划 告诉傅鸿亭听 他们在东莞市东方酒店门口 张小健吩咐傅鸿亭 拦截了将某驾驶的 皇冠130营出租车 这个就是第三宗案件的受害人 上车之后 张小健藉口去做生意 叫傅鸿亭半途下车 换成另外三个同伴上车 在稍后张小健握着这架皇冠桥车回来 傅鸿亭发现司机不见了 他即时很害怕 问张小健司机去了哪 张小健说他把司机杀死了 而车准备去买酒 当时傅鸿亭吓得全身发抖 表示自己不再去做 要回去贵州老家 张小健和他吵起上来 扣押了他全部的证件 还说他参加了一件案一样要坐牢 傅鸿亭说自己根本没办法 只能留下一起去做案 出租车司机连续遇害之后 东莞市深圳市的出租车公司警觉起来 张小健认为抢劫出租车已经很困难 转移打私家车的主意 当时深圳的卖淫好猖獗 张小健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可以扣个息友司机去到出租单位 然后杀死他们 抢他们的车 于是张小健将犯罪集团 扩大到16个人 其中6名是女性 亦都是所谓的六魔女 六魔女里面 紧紧傅鸿亭就参与了6宗案件 杀死6个人 抢到6部汽车 其余4个女人都参与了杀人抢车 只有最后加入的刘玉香 3次杀人抢车都不成功 这个16人的犯罪集团 14个月里面疯狂作案21次 而其中3次杀人抢车未遂 杀死了17个人 有一个人重伤 合共抢到18轮汽车 价值629万 获得装款100多万 直接参与杀人的15名匪徒里面 有13个人被猖獗 只有3次作案未遂的刘玉香 被判处20年徒刑 另外傅鸿亭的姐姐傅丽敏被判处死缓 因为她只是参与了一次杀人 而且并不知道张小健是要把司机杀死的 所以重庆半决 这16个人的组织 为了区区14个月的奢侈生活 这群年轻人除了为了自己 亦都为了人家的家庭 当年深圳工厂是所谓的血汗工厂 工人他们都是一天工作12个小时 一周工作6天 还要经常加班 确实是很辛苦 而这16个人都是好吃冷飞的年轻人 根本不愿意在工作里面付出努力 觉得工厂的一点工资 根本就不够用 他们都羡慕有钱人 止罪金迷的生活 为此不惜杀人 而其中绿魔女之一的主犯 傅鸿亭 她文化程度比较低 一直认为自己没杀到人 最严重都只是坐几年间 但是当法庭宣判她死刑的时候 傅鸿亭当场运到 根据看守所的规定 死刑犯必须要带着专门的脚尿 防止逃走 换句话说 这一副脚尿 就是执行死刑的计时器 当时20岁的傅鸿亭 对于这一副脚尿 极为恐惧 她无论怎样都不愿意带上去 多次痛哭流涕 百般哀求 但是当时的她有没有想过 她们过了大约一年左右的富裕生活 指最金迷 就是要付上如此沉重的代价 真是值得吗 我们今集讲到这里 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 今天的影片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一条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铃铃 如果可以的话 给个赞号 和可以在下面留言 说句鼓励的话 因为你们的赞号和留言 可以帮助我们这条影片 分享给更加多的人 看得到 你们的支持 是我们拍片的最大动力 记得订阅我们 我们下一条影片要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